2018年的1月3号 刚刚给大家讲了玫瑰花车 很开心 我这个前天呢 我是2018年的1月1号 我看了一部电影 我跟大家讲了 就是那个冯小刚导演的《芳华》 我说一个历史有很多侧面 这些不同的侧面呢 是可以反映一个历史真相 所以呢应该这个可以看很好 那么我特别就提到了 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 我记得我讲了这个历史有几个方法 那个很粗略地讲了 因为在那个讲话里面 我根本不准备讲历史 或者历史研究的方法 有几个朋友就问了 你这个鸡里瓜拉讲了一大堆历史的方法 我没听懂啊 就问我这个历史的方法 那我在这里呢 就是用一点点时间讲讲 这个历史的方法 大家说你不是学历史的吗 学历史不就是引经考据吗 这个 这个其实是对我搞历史的事实上 是了解的不多 才会有这样的 我倒是真正有 这个考证派的 那是有的 但是也有很多不考证派的 我就说一个人去看历史 应该是从 几个不同的方法去看 这个历史才看得比较真实 我今天就稍微讲一讲 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中学 在大学读历史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国内读的 国内的致死的方法呢 如果严格的讲 就是马克思主义 历史维吾主义的方法 也就是说用这个阶级观点 和用这个经济基础 就做成一个框架 所谓框架就是一个framework 也就是一个这样的构造 那么原则上有很多东西 是已经确定了 比方说农民运动 一定是把历史往前推进的运动 这个是肯定的 那个就不管什么样的 只要是反朝廷 那都是好的运动 这个是一个课定 那么我们剩下的工作 就是不能推翻这个论断 那就是必须在里面 去找出一些证据 那么广而言之 就是反朝廷的 那都是好的 这个就是一个前提 那么这个严格来说 它的道理是 以经济基础为根本 以阶级分析为根本 阶级斗争为动力的这么一种学说 这个只是一派之言 一派之言 可能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某些现实 但是它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面 在某些方面 要做的话可能会有很多错误 很多错误的内容 比方说这个 有很多运动的发生 可能是对这个朝廷不满 但是这个运动本身是极具破坏性 甚至是把历史拉到车的 那这种造反的 这种土匪的这种行为 那所有土匪都是受到 都是由于受压迫而产生的 那么什么受压迫产生的 这种吹枯拉朽的革命 就一定是推动历史前进了 不一定 有很多是把历史推后 多后 所以在这种框架下面 做历史就只有考证 就是说用更多的资料证明 这套结构是对的 这就其实是我们学习的方法 那个我们到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结束了第二道方法 就是兰克的方法 兰克是一个德国的历史学家 为什么说兰克的方法 对我迷想很大 那就是我的导师 我的几个导师 像这个武汉大学的副校长 吴玉锦先生 我的导师刘旭怡先生 还有这个学法学史的 这个韩德培先生 他们都是留美的 并且在四十年代留美的 而当时欧美学校 主要的历史研究方法 就是兰克的方法 兰克的方法就是说 不做假定 不对历史做这个结论 首先呢 就去找资料 然后把资料找足了 然后呢 再让资料说话 去讲这个结论 结论是产生于 在这个史论 并且呢 不做任何的 这个假设 资料说话 我举一个例子说 也就是用这套方法 他做的比较成功的 就是费正清 这个John Felbank 这个美国哈佛大学 费正清研究所的 奠基人 他做汉学的 研究中国的 他是在一九二几年 他就沿着中国的 这个海岸 从这个上海 从香港到宁波 到上海 他因为 他做这个博士生论文 他就研究了 所有当时的英国人 帮中国管的 这个海关的档案 那么这些档案 大概有一百多年的 中国的海关档案 他从这个档案里面 他做了大量的 这个资料的分析 档案的记载 和里面的这个笔记 最后得出 清朝海关的 这个总体的情况 这个就是说 用词料来说话 来找出这个推理 这是第二种 这兰科方法 这种方法呢 用得非常的广泛 所以呢 我们当时做的 很多事情呢 就是做兰科的方法 我记得我们的第一年 是参加这个翻译 美国人写的 这个美国通史 那其中我 我的导师 让我们几个人 负责的那一段呢 就是 富兰克林 罗斯福的那一段 那一段呢 我们就说 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 这个框架的方法 那就是 所有的美国的 这个总统 都是坏人 那么 只是程度不同 那但是罗斯福的新政 我们在那做分析以后呢 发觉他 把美国的 这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制度里面 注入了很多 社会主义的内容 扩大了内需 建立了国家 这个福利制度 加强了 所得税 累进所得税 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很积极的 也是现在 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发达国家 包括中国 都在学习的这套制度 那么这个当时 我们就觉得 是必须对这个 弗兰克林 罗斯福的新政 和罗斯福这个本人 我们得有一个新的 一个权柱 那当时 1980年 81年 非常困难 国内对美国 所有的总统 都基本上是 按照我们的那个框架 都是坏人 所以我们基本上 是用兰克的方法 取得的突破 用很多的证据说好 当然也遇到 中国当时的 那个学术气氛 是比较的宽松 那就 我们就把书役出来 并且我们也 大家一起合伙 赚起了一个叫 战后美术史 只比就是刘徐毅先生 和我的一个同学 韩帖 我在里面有几张 我做过一些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 所出的 那个就是我们用 兰克方法做的一个 第一步的成就 后来我做这个 史迪威 在华使命 也是用这个方法 也没有设定 那个 然后通过大量的 看这个 版案 特别是美国 陆军部 当时美国这个 国防部在战争的时候 不叫国防部 叫做战争部 War Department 通过战争部的 陆军 陆军这一部分的 这个 当时的档案 还有这个 国民政府 搬到台湾的 大西档案 这两部分档案 来了解当时 1944年 那一年的 它的情况 那得多很多 与众不同的结论 那个就是 兰克方法的一个 一个掌握 所以我对 兰克的方法 比较熟悉 包括我后来 做这个现代 设计史 建筑史 我都是用兰克的方法 也就是先不假设 先去找资料 用资料来说话 所以就发现了很多 这个 建构了很多新的东西 所以说 一部现代设计史 这个里面 我可能有一部分 是受原来的 这个架构的影响 这个架构 不是中国架构 是西方的这个 美术史的架构 但是里面 我用兰克的方法 去找到的东西 倒挣不少 并且建立了 自己一个体系 我估计 现在国内 都在用这个体系 现在有很多人 在网上开谈 讲现代设计史 用的就是我这个框架 这点到无可厚非 他们讲 可以 但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但是后来我们 结束了第三个方法 首先是从费正清的研究 后来连续的 从别的研究里面 我们发掘了第三个方法 那是计量历史学 也就是说大家 用这个数量统计的方法来做 包括费正清 考察中国清代的海关 就是计量历史学的 一部分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在现在这个时代 有云数据的这个时代 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我肯定说 计量能够说明问题的 一个方面 不能说明问题的 所有方面 并且呢 很难解释出 事情的原因 因为历史是人造成的 它不光是数字造成的 但是这是我们 结束的第三个方法 第四个方法呢 就是社会学的方法 社会历史学 也就是说 从很多个人的动因 去分析一个历史的结构 那么这个 包括我们说这个 芳华这部电影 大概也是属于这种 从某个角度 去看这个历史 当时的恩恩怨怨 那这算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 这个社会学的 从心理学啊 或者从社会的主群 阶级划分 这些都有社会学的 一个研究的层次 就构成了这个历史学的 这个第四个侧面 就社会历史学 然后马上就移进了 第五个 就是口碑历史学 Narrative history 口碑历史学 就是通过各种人的 这个回忆录 口述 来记录起来 那么这个已经很多了 包括现在这个 BBC做了很多工作 是这个 美国的这个 PBS也做了很多工作 那么现在中央电视台 或者凤凰卫视 都做这个口述历史 那么这个其实是 在积蓄我们的历史 这些学问 越来越多的话 那我们的历史的面貌 就越来越丰富了 那么我们说 历史的研究方法 大概有多少种呢 我们说碎碎的看 大概有七八种之多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寻一种方法 而是多种方法 那么今天有人问到我 你谈方华的历史 我就讲讲方法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史